喂 大家好 我是我們兩個 我是戈蘭偉計畫 台北戈蘭偉計畫的那個夫婦 然後這位是姊喵 那我們這邊講一下 就是 我記得去年的318 318也快到了嘛 今天是3月 今天誰3月10幾號 今天15號 結果318快到了 去年318的時候 我也是在立法院 那時候我有衝進去 我有衝進去立法院裡面 然後就跟警察推 然後跟在裡面睡覺 然後人生第一次進立法院 就直接躺在人家的 地毯上面睡覺 我覺得這樣很囂張 而且還在裡面尿尿 大家應該有印象嘛 那時候就因為沒有廁所 大家知道在立場裡面自己開那種臨時廁所 上廁所 後來就是我離開立場 之後有 大概沒有待很久 後來跑回來台中 有在台中這邊 上一次也有在秦美成餅 然後也有在那時候 大家有人在這邊 然後討論318的事情 那時候我也有上去跟大家分享我的經驗 然後後來我們又看到了 從我們剛剛主持人所說的 我們也有看到了323 大家公佔行政院之後 我們有324的血行鎮壓 然後看到之後全台灣 就所有人都守在電腦前面 然後邊看邊就是 邊幹狗或邊心痛 對 那就我們那時候很難過 那時候我們非常的驚訝 說我們已經2014年了 然後這麼 就我們已經經過 兩次的政黨輪替 然後我們那麼多的選舉 然後每一個 政府官員都跟我們講 我們依法行政 然後我們要以人民為念 就看起來是一個民主國家 但在那個324血行鎮壓的當下 我們並沒有看到 我們的人民的公佔 是把人民當作主人 而是把人民當作一個 路障 就是說啊就是那個 行政院長的車會被擋到 所以我就幫你排走 我幫你打一打 然後你就會跑掉 就在那個當下 我們就發現到這個國家 對我們的暴力 還有這個國家 完全不以我們的 比他的人民為主人 所以說那時候才有了所謂的 很多人開始試著 從各個不同的體制 然後試著去 去改變這個政府 那我們參加這個 所謂戈籃委計畫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 希望從直接從立法院 直接從各個立委的本身 去改善我們的國會議政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對於這些 那些為了實踐罷免權 那為什麼要實踐罷免權 就是因為憲法給我 不是只是因為 因為憲法給我們罷免權 我們就去玩玩看 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罷免權的正面 意義就在於說 我們有了選舉 但是我們永遠只能消極的 等著人家來 等著人家過來說 快來選我 快來選我 然後我們就選他 這是消極 人民是站在消極 跟被動 等著去選人家的地位 是等著人家 已經把人選端到你面前 然後跟你講說 你快來選 看你要不要選他 可是 這不是我們民主的常態 這樣子的話 我們人民就只能被動 讓我們接受政黨端給我們的菜 我們應該有權力去拒絕說 政黨端給我們菜不好 或者說我們選了之後 覺得不好 那麼我們就可以說 退貨 這就是罷免權的正面意 他是可以主動 讓人民可以主動的 對他們選出來的人 要求退貨 然後他說 這個東西 我們選了這個立法委員 但是他不適任 他甚至對人民 對人民 對民主是有害的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人 讓他下台 所以我們才進行了 所謂的罷免計劃 所以 這個 我們大家後來知道 我們圍起好幾個月 戈蘭圍計劃 就在 也就差不多在 那個時候開始進行 那時候我們 在 以台北為例 台北就選了 應該說北區啦 北區就選了三個 就經過網友炮選選了三位 所以 那個 不私人立委 分別就是 第一名的蔡正元 第二名的林宏池 跟第三名的 那個 吳玉神 然後就 於是各地又開始 那時候我們就 我有開始參與嘛 就是在各地開始守連署說 喔這很累 就是像這種 那時候天氣很熱 就比現在還要熱 然後就大家一樣 在路上然後拿著 連署板 你要簽嘛你要簽嘛 那個 歡迎來罷免蔡正元 就是跑山區又跑過 罷免蔡正元罷免林宏池 罷免吳玉神 講到後來 通常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看一下 不用了謝謝 這是最常碰的 不用了謝謝 然後就走掉 這種是客氣的 一種就是 我這一遇到就是讓我過去說 為什麼要罷免他 然後我們說 因為他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們要罷免他 啊他跟你沒有仇嘛 拉拉拉拉拉拉 就開始罵你 我記得我 之前去 在內湖那邊 對在內湖 然後 要簽那個 罷免蔡正元的連署室的時候 那是一個市場 然後我走到那個路口 然後就開始 收連署說 收到一半的時候 一個 一位阿姨就走過來 就問我說 你們在幹什麼 我說我們在罷免蔡正元 他就 他聽完之後 直接指著我鼻子說 你們真是一群混蛋 我就 然後就開始罵 然後就開始一直罵 一直罵 然後 然後 就是罵到那整個 那一整條 就是市場聽得到他的聲音 然後 我那時候就是 開始懸罵英雄 謝謝 我知道了 謝謝指教 謝謝指教 一直退 就 這是其中一個 這個 這是我們其實在 哥蘭偉的過程 收取連署書的過程中 碰到了其中一個阻礙 那另外的阻礙 譬如像是 中選會 或者是政府機關 他們不斷的試圖阻撓我們 譬如說 我們的連署書 因為我記得台中的那個 全面罷免 之前進入到二屆的時候 應該也是一樣的狀況 就是那個 一張七格的連署書 那一張七格連署書 我們那時候已經就 不斷的在跟中學院打 就是輿論戰 跟法律戰 講說 這樣子的格式是不符合我們的法律規定 跟罷免的初衷的 而且會違反人民的個資法 然後就是我們 可是中學院就打死不聽 不管我們 這也是其中一張 這部分還有啊 就是一張七格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一張A4裡面塞七個人 字就很少嘛 那請問那個老人家老花眼 站在路邊 就著路燈 你是要怎麼填寫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 你後面的人 全部就看到前面的個資了 那完全就是逼迫我們把個資外洩 第三個 他們就堅持說 我們送件的時候 要分禮造冊 我們應該要把不同的禮 就是分開好 一個一個送進去給他們 幫他們整理好 那如果 現在一張裡面要七個人 如果有兩個不同的禮寫在同一張 我們又不能去裁切 又不能去剪貼 那這不是全毀了嗎 那那個時候 是在1129之前 每幾天 記得是禮拜二的時候 我們送件 然後拿到了這個格式 那那個時候 我們就覺得非常活大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格式 稍微改了一下 我們說改的方法 其實只有把那個七個人的 把它合併 變成一張一個人 其他格式沒有改 那我們就拿著這個 去了選委會 是地方的選委會 台北的選委會 跟他們說 因為中選會會造成我們 什麼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請地方選委會 告訴我們 那如果我們用一模一樣的欄位 換成一張一個人可不可以 地方選委會 一定很好 阿薩莉跟我們說 好 可以啊 好 我們就太好了 花了一天的時間 把它印出來 繼續收取連書書 結果過了第二天 中選會 突然又發了一紙公文 他們下來說 地方選委會 誤解我們的法條 所以作廢 又要求我們 就是把那個 又換回去七人一張 完全是一件 出爾反爾的事情 那其實 中選會 這樣子的小動作 非常的不少 那如果有注意新聞的話 應該會發現 我們在進行到第三階段 投票的時候 去年的一一二九投票 內湖南港 總共有兩百多個 投開票所 那到了今年的 罷免情人節 0214 我們剩下一百多個 投票所 被砍了一半 他就說 因為就沒有那麼多人 我們為什麼要去投那個 然後又加上說 在罷免公報的部分 罷免公報的部分 以往那選舉公報 都是由 呃...林里長 拿到了 從地方的選委會 拿到了這個公報之後呢 他們就會去照理的發 有里長或里幹事 可是那個時候 我們一直到 投票的當天 前一天我們還 不斷的接到 上百個人的電話說 欸怎麼辦 我沒有收到罷免的公報啊 你知道我還能去投票嗎 那其實 中間到底出在哪一個環節 沒有人知道 我們至高的年齡 去走過 所有南港 南港內湖的 林里長 去跟他們確定說 欸你們那個 到底沒有發出去了 他們說有 好我們也只能相信他 是他發的呢 還是里幹事發的 還是他請林長去發 他是直接交到每一戶的手上呢 還是去塞在他們信箱裡面 有沒有被人家扯掉 還是說放在管委會 管委會把你扣押著 真的沒有人知道 我們只能不斷的聽說 就是欸我發現我家的信箱 怎麼一二三樓的那個 罷免公報全部訂在一起 塞在我家信箱啊 如果我沒有拿給他 他們怎麼會拿到 或者是說 欸我看到我家樓下的大樓的管委會 首位是上面壓著一整碟罷免公報欸 上面有一張字條說 二月十四晚上再發 欸二月十四 下午四點就截止投票欸 他在發現要幹嘛 結果沒有人知道 像這樣子 這麼多的 不管是官方的 還是非官方的打壓 其實不斷的都會造成 我們民主政治上面 非常多的漏洞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過了一年 三一八這一年之後 我們還要再回到立法院 去重申人民應該要拿回 罷免創制覆決 這些投票以外的這些力量 也就是說 對我們剛剛講了很多嘛 就包括來自地方的 譬如像 一般就民眾的 譬如說支持者 那個 大家可能有聽說的 在淡水那邊 之前有人收連署說 連署輸的時候 還有被暴力攻擊 有一些志工被暴力攻擊 那還有像官方的主腦 總選會跟選委會各種小動作 或者是 里長 里幹事 林長 管委會 各自各樣的小動作 但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 這三位立委的罷免案 其中 林洪池跟吳玉生的罷免案 是在第二階段的時候 就已經 因為沒有達到門檻而失敗 然後蔡正元是在 今年的2月14號 投票的時候 也沒有過半 就因為投票率未過半 所以失敗 那這些罷免活動 前面講的一些技術組 我們都有嘗試著一一去克服它 那 可是真正導致罷免活動 失敗的到底是什麼 答案是 我們現行這個 選罷法 對罷免權行使的 法定限制 比如說為什麼 為什麼 林洪池跟吳玉生的罷免案 會失敗呢 因為 我們有一個二階 我們所謂第二階的連署 因為各位 因為各位 如果我這邊有全面罷免的夥伴 都要應該也清楚 第二階是多麼辛苦的事情 要在30天裡面 然後就收到13%的 那個選舉人 就收到13%裡面 而且還不得宣傳 對 不得宣傳 然後13% 開玩笑 如果我這種動員功利的話 那我們現在還會在這邊 坐在這邊嗎 如果我們用30天裡面 弄出13%的人 來幫我們簽東西 我們現在不會坐在這邊 好不好 對不對 那 就是說 這個 這個奇怪的關係 所以第二階段 然後還要你 在三個30天之間 找到13% 這是一件非常詭異的事情 對 所以 所以才導致說 林洪池跟吳玉生 譬如像林洪池的板橋區 吳玉生 譬如像吳玉生區 它有 它有 淡水 泰山 巴黎 還有一個 金山萬里 就這麼大 這麼龐大的一片地區 然後你說要在裡面 我們自共才幾個人 然後跑那麼多地方 累死欸 對啊 那 譬如像林洪池也是一樣 林洪池的地方 帶來出了米德蘭 然後大家去那邊 我記得那時候 我曾經去 我們有一個企劃 就在7-11那邊 站一整天 然後收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連署站 對對對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連署站 就站在那個 從早八到晚九 我在那邊站超久 然後真的 腿超重 那天超冷 冷死人了 然後還下了 我那邊受不了 結果收了老半天沒有離我 就是 我在那個連署站 收了 一整個早上到下午 然後 只收了二十份吧 非常難過 那 等於說 這樣子一個 我們既有時間壓力 然後再讓它有門檻限制 這個門檻 這樣子一個門檻限制 已經讓我們 就是直接讓 尼泳池跟吳玉生的罷免案都失敗了 那第三個部分 那再來 這樣蔡正元都要 蔡正元那個是更不合理的門檻限制 就是 五十趴的投票門檻 他希望我們 我們必須要先有 五十趴的人來投票 在這些投票裡面 在五十趴的人 同意 罷免 這是一件 這個門檻也非常糟糕 因為 所以它出現了一個 我們覺得是民族 台灣民族實際上 非常詭異的一個現象 就是 平常大家在選舉的時候 應該都很清楚 結果選舉的時候 所有候選人都會過來 一劈頭就跟你講 請大家趕快來投票 結果 在罷免投票 在蔡正元選舉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看到 台灣有一個 所謂的民主的投票 是 人家跑出來寄簡訊 跟你講說 大家不要來投票 拜託不要來投票 如果你支持我 你就不要出來投 這什麼東西啊 你有聽過這種邏輯嗎 我就在 獨步全球 真的兄弟無人所獨創 就是 支持我就請不要投票 就請不要投票 這是一個 只有台灣才會出現的 詭異門 只有台灣才會出現的 詭異門 詭異門 也只有台灣才會出現的 詭異的 投票的話 而這些 我們從這些 看到現在這麼多 這麼多的狀況 導致我們現在的失敗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 並沒有成功 那我們沒有成功 沒有能夠成功罷免掉這三萬立委 的時候 有些人對我們評論 我記得有一句話 我很清楚 就是說 戈欄偉措置資源 就把資源放錯地方了 我覺得這句話 真是台灣人的悲哀啊 就是我們去行使我們的 法定的權利 結果最後 竟然 結束之後 要被我們的 某些其他 同那個夥伴 然後批評說 這樣子是措置資源 我們在所有的體制內 試圖去 達到改變這個社會 結果我們是 把資源放錯地方 如果連體制內的 法律給我們的改革 我們去做 然後還會被當作是 放錯資源的話 那其實不是我們的問題 我覺得應該不是人民的問題 而是我們的 法律給我們的一套制度 本來就充滿了問題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大家在經過 這麼一長串 這麼一長串 包括像台北的戈欄委 然後台中全面罷免 還有高雄戈欄委 經過這麼長一長串之後 大家對於這個 所謂罷免的制度 以前不是那麼多人去注意它 大家只注意四年一度的選舉 但現在大家開始 對罷免這個東西 有了問題意識 他們發現 我們發現到 原來我們的罷免制度 是這麼一個漏洞擺出 而且到處都是怪獸的 就是你要罷免掉一個 例如你要殺死 不知道多少怪獸 才可能 有那麼一點機會達成的制度 所以說 我們這邊才希望說 為什麼會有今天 我們要跟島國還有那麼多 社運團體一起合作 在410的時候 就是要重返立院 要求完全移民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 我們的立法委員們 能夠正視 經過台灣去年這一整年 轟轟烈烈的罷免實踐 能夠正視 能夠清楚的看到 我們台灣的罷免已經出了這麼大的問題 那在我們這個罷免案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立法委員提出 說要刪除掉罷免不得宣傳的規定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代表說已經開始有立法委員 注意到我們的罷免案 有很多古老的 或者是只為了當權者而存在的規定 所以說 我們希望今天 我們在410的時候 大家能夠一起 不管是你要在遠距離深遠 或者是直接參與緩會 或者是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支援 我們希望說 我們能夠走回立法院 然後告訴 直接把我們的心聲告訴這些立法委員 告訴他們說 今天希望大家 把選霸法 把公投法 把所有阻礙台灣人民行使 直接民權的制度 修正補正 所以說 希望大家能夠一起為台灣繼續加油 謝謝 台中的夥伴加油